謝謝 謝謝 謝謝民俗們 謝謝民俗們 大家好 在星期間 先一舉公為大家要問他 你好 你好 還有安復合來打招呼 謝謝大家 這民俗長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沒有常常往來 最近有一場演講的邀約 就講到說 有一個保敏安基金會 邀請他來演講 他透過一個名字叫蔡英臻 來邀請 問他說這個團體是甚麼團體 他有時候阿比來了後 反正是一個成長團體 來沙特的人都很認真 然後都很願意成長 對台灣很關心 然後怎麼問都問不出來 不然聽說羅淑雷也來過 然後我們許天才騎店 他也來過 那有問人說大家都很認真 那你都沒有跟我講甚麼團體 那他就一路開車過來 看到那是台灣民政府 我說難道這裡嗎 鋼鐵收宅 他一看我原來真的是這裡 後來我就想說 哇原來這個組織很巧 我最近 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立 做立法委員 所以高峰路往來比較多 然後有時候下高峰路的時候 會走重慶北路 那最近突然就看到 台灣民政府就在我們重慶北路上面 都掛罩來掛很大 我是在想說 這是甚麼樣一個團體 後來就原來來到這裡 真的就是跟大家有這個緣分 所以人與人之間 這個緣分是不能騙人的 我覺得像到這個年紀在座 很多都是我們都在50歲上下的人 許多還當然有些年輕的朋友 但是到了這個歲數的人 相信這個緣分 反而是這一生當中 最最需要去被珍惜 最最需要被去認真看待的 所以我很高興 我們有機會 然後今天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 那我來聽的題目叫做 這個初識心 路識識 那初識的心就代表說 你要用初識的這種心態 帶來做路識的事情 那這裡面聽起來有點像佛家在說 但是要了解 這個過程的話 也許可以從我的成長過程去了解 那麼這個過程 呃 代表我自己這一生 從過去到現在為止 對於世界的一些看法 因為我最早 我台大政治系畢業之後 呃 我的同學都出國念書 那我自己在畢業計程車上面 寫了八個字 叫做學海無涯 回頭是岸 學海無涯 回頭是岸 我就覺得我暫時不要念書了 我想對這個世界多有一點了解 然後都有一點投入 所以我本來在當兵的時候 我是準備要考外教官的 因為我們台大政治系 國軍關係組 差不多都是要考外教官鞠躬 所以我本來就準備要考試 後來那時候 我的女朋友就現在我太太 就記得一份同事跟我講說 現在要考試 然後看一看都可以考 除了心語文藝裡面念過之外 然後就是在唸個新聞裡任你失誤 他想一想 欸這樣不錯 所以想想再去考考看 結果一考 結果就考上了新華日報 然後隔一年就到中國時報 一做就做了八年 他在這過程當中看到台灣從戒嚴 然後經過一段抗爭 然後混亂然後戒嚴 然後這一路到現在 中統直選到政黨人體 然後二次政黨人體 這一路過程 過程當中 從做記者到做市議員 到做立法委員 然後立法委員之後 我2004年 在大概一片太鼓之聲當中的時候 突然意外落選 然後我就選擇到高雄 然後待了兩年 然後又到討回狀化區長 然後又選這個立法委員 這個人生當中 在過去這30年當中的時候 因為做記者做議員做立法委員 所以一路看了很多的事物以後 覺得人生這一生都在逼一線 所以我很佩服秘書長 他這一生的見識 也都是跟人民在一起 我覺得很多事情 不是用彈口號出來的 是看你實際的行動 所以我就會把說 走了這麼多路 看了這麼多人事物 看到很多人樓齊 看到很多人樓垮 看了很多人樓垮 看了以後就覺得說 人世間也許現在 你要有出事的心 來做入事的事的時候 你可以更放手 更沒有牽掛 可以做出你監視的事情 所以夏立書長 這麼多年來做的事情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剛剛利用 等待的時間的時候 跟書長 開槓的聊天 有講的一些事情 說我們的團體裡面 沒有接受外界任何的選證 大家來到這裡住的話 還自己付這個三十費 看到在座各位的時候 如果不了解 還想說我頂安可能是一貫道的 看這個服裝也很像 看來他每一個人都這樣中規中矩 看起來更像 因為如果沒有信念沒有新黨 很難把大家找到這裡 我剛剛跟立書長也在講 我說我從記者議員 立委一路過來 從戒嚴到解嚴到看政治變化 到現在為止台灣 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政團 能夠號召到這麼多人 不是你用前傾就可以來了 他有一個念頭 因為現在台灣每一個人 都是自己當家做主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你現在要把一個人拉在這裡 願意聽人家講話 如果你內心沒有那樣的念頭 是不可能 這是一種信仰 所以在政治裡面 還會有這樣的信仰 那表示你有一個更成功的影響在裡面 不然一般現在台灣 不管你是藍色光圖的國民黨 新黨、清明黨 或是綠色光圖裡面 不管是民進黨 台聯 或什麼台灣建國組織 你說要號召這麼多人 很難 像在我們立法院前面 那個麥克風召喚 七、八年的有 我曉得什麼 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要有一個人 能夠有這樣的熱誠下去 大概全世界有這樣的宗教團體 但是在各位 在台灣這個地方 還可以有這樣的熱誠 說實在 我今天必須坦白講 看我的官職 然後剛剛我們爆發議長都跟我講 有明天翻過來看說 還在繼續增加當中 增加什麼 增加我們的分資機構 那本來是有更多人投入 這一點我必須要坦白講 台灣人有在座各位 台灣真的 我希望跟大家拍一張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把身體感到鼓掌以後 就覺得講話更有力量 那我自己就講說 講了前面這段路 後面就是要講這個 初識心路失事 原因是說 透過一些生命的態度 也許未來我們有共同 可以分享一些想法 或共同做一些事情 那為什麼講這個 初識心路失事 因為人生到這個歲數 面臨的大部分 都是要面臨死亡這個刻度 沒有人面對的 五十歲以前大家都在算 我三十歲要做什麼 四十歲要做什麼 然後我戀愛的時候會講 我要娶到好對象 要成家立業 但是人過五十以後 人生通常不是順著數 而是告著數 生化買 假設我活到七十歲 我現在五十來生二十年 那如果我現在八十歲 那我還有幾年去活 那個人生心境不一樣 正數是表示你時間 還有很長的時間可以在算 算的是一個 好像沒有進步的未來 永遠都是正向的 可是你到了某個歲數的時候 他會去想說我人生 如果假設只能活到七十歲 現在五十歲還剩二十年 那我剩二十年要做什麼 那二十年當中如果你在扣掉 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就是每天有八小時 你都在睡覺的話 你二十年 你又會到三分之一 還有三分之二 你可能跟人家吃飯 跟人家隨便聊天 隨便上網 隨便看電視 就隨便過了 也過了三分之一 最後再一次過了 可能你算一算 不到七年的時間 如果你把它換成小十的時候 你會覺得人生真的很短暫 而且這時候你要去算說 那我要活得這二十年很健康 不用做人 你不用躺在那裡 人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活 今天看到報紙寫說 台灣人平均 如果你現在是六十歲以上的人 你大概還有二十年好活 算一算好 小舊的災工會長 還有二十年 但他想說 其中十年是健康的成功的老人 就是你身體健康 口袋每年自己還有錢 不用現在要向你兒子去要錢 還有十年 是很有可能 是失敗的老年 那你可能都給他 可能口袋沒有錢 可能是要看別人的眼神過日子 因為連給自己抓著兩個都沒有辦法 因為手腳不能動 往那想想 那到我活二十年幹什麼 我活十年就好了 所以變成到了某個歲數的時候 人生不能用正向去數我的未來 要倒數說 我還是多少時間的時候 我人生要怎麼活 那我覺得在這各位 你們到這個時候 能夠預理來這邊聽人家講課 我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大家都覺得我最到 然後我最能夠了解 尤其在這各位男性特別多 我必須坦白跟各位線上最高的成績 台灣的男生畢業之後 通常不看書 就是應酬喝酒唱歌跳舞 就是不看一本書 不去上一堂課 那我在外面 如果聽到有人來上課 男生去上課 就是如何讓你賺進人生第一桶金 怎麼叫創業自務 以後男生會來 但是學習生命的成長課程 男生基本上都來 我去上過很多課的時候 來的基本上是女性 女性對於自己生命的成長 都比較有期待 所以為什麼日本男生 到了60歲以後 突然他也跟他講說 我跟妳離婚 因為他也跟他講說 我的責任已經完了 我的奢侈大了 我的兒女生群了 我不要你這個老公 因為你過去這40年來 你都沒有成長 所以兩個人沒有對話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在座各位 我今天看到的竟然是 跟外面也講不一樣 非中教團體 非創業制度 但是來的男性這麼多 而且我有問過民主黨 來沙特的人 只要對台灣 有一份認同 有一個心 你假的組織 跟政治不見得要有關係 所以每一堂課 都代表有什麼成長 我必須講 這些在座的男生 你們是很值得 教育台灣的少數 因為在外面 你們回到自己的家鄉 回到自己的職場 你看看 我每天跑去應酬 花的多久都是男生居多 但是去上生命成長課程 都是女性 那問女性說 為什麼不把先生帶來 她說她很忙 那忙什麼 忙得開電視 就是因為走中家 這種男女之間的落差 會給生命產生多個期間 所以我覺得在座的各位 我們的那種生命成長的動力 我覺得未來即使 面對死亡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坦白面對 是因為我流利沒有想到 我們不斷地在尋求一種成長 我不是來到這裡 是謀求我個人有什麼樣的私利 而是覺得我會有更遠大的夢 我覺得這種念頭 會讓人活著 比較有價值 而且會有方向 有用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坦白面對死亡 在有些學校裡面 我認識過有一些交代 教這個生死學 因為現在生死學 比以前越來 越叫做 像我們民意代表 常常都要去參加會上習慶 有些參加告別式 我比較願意去 因為畢竟跟親人的離開 當事人都是被他難過的 包括自己人生不願意離開 包括他家屬也不願意看到 自己心愛的人離開 所以我們去參加告別式 我覺得是盡一份 我自己的一種心意 但當我們中立 平均一個月就將近 一百個人往生 所以看起來那個 往生的人真的很多 所以變成他那個水平越來越高 連那個領儀師啊 這個化妝師 每一個都往上走 然後學校裡面也開生命課程 可是不表示每一個人 都能夠真正參透 曾經就有人教生死學的老師 跟他講過很多生死的議題 可是有一天 剛剛發覺他得癌症的時候 他才六十出頭 他不能接受 他覺得 為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可你不常叫大家參透生死嗎 為什麼生死到自己頭上的時候 你不能看破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準備好 總覺得講死 都是講別人的事情 總覺得不會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包括我自己的了解過 他是非常有名的中醫師 結果中醫師竟然只得到癌症 而且一發現就是默契 然後我去病院看他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學生 我心裡真的很難過 我自己做中醫師這麼多年 然後 竟然不能夠發現自己的疾病 而且自破好自己的疾病 然後他的後面就放著官司醫的下 然後這個床床邊就是不斷在送經 然後他就講說 如果官司醫菩薩能夠救我 我就真正信他 這時候就在跟神做補助 所以如果他不能救我就不會信了 那當然我不知道他沒有信成功 最後是走了 因為那是一個自然已經面對了 那是已經群醫束手不肖 不管中醫醫師都沒辦法救 可是人在那時候會做交換條件 你敢說無法救我 我只有信你 人在這時候還是會做這個補助 因為人都想活下來 沒有一個人說不想活下來 有少數像最近 這個美國一代血腥 這個羅密貴臉詩選擇了死亡 因為他被憂鬱症長期的困擾 聽說如果晚年現在得到花瓶身症 所以晚年現在如果63歲 馬英九也63歲 他每天跑來跑去 那麼有活力 可是羅密貴臉詩已經選擇了死亡 所以死亡對每一個人來講 都是必然會面對的課題 可是每一個人面對的態度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教過我的助理 第一堂課 就是帶著他跟著我去跑步一級 帶著他去跑步一級 這些小朋友才23、25歲 剛出校長沒多久 我叫他跟著我 所以在座跟我年輕朋友 有機會要跟著我去參加告別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助理就隨機上來 我說你們不可能一輩子都跟著我做助理 你只是來我這邊 學習一個人生經驗的起步 我也樂於教導你們 但是我請你們去鞠躬的時候 一方面你是表達對哀家的知意 對我往生這種尊敬 但更重要一點你要去想說 人有一天只會走到這裡 那走到這裡 頂多在這個空間 如果你是土葬 也不過一個人的身長 如果你是火葬名古塔 也不過小小一個殼子 這些年輕朋友才20週頭 我就要他去想人生倒數的 最後一刻的時候 你會有想 你如果人生已活到70 活到80 你現在25歲 你還有50年老婆 你這種50年 你要怎麼面對自己的人生 我給他上的第一堂就是 你要怎麼樣去過你的人生 因為這個年輕人 就是往前走的時候 他就拼命想賺錢賺錢賺錢 然後賺很多錢 然後不斷拼命花錢花錢花錢 然後突然一起看 有一天突然自己60歲70歲 結果人生就過去了 為什麼不能夠提早 當你在學功在插腦的時候 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敗票 是在這邊在拉選票 在跑行程 不是 你是在給自己生命上第一堂課 所以我雖然終於有一百場 一個月的這種攻擊 我能夠導致我經常到 每一次我都很認真的舉動 而且每一次舉動的時候 我都認真在想 我到底人生今天做得怎麼樣 包括今天跟大家現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我也在想說 那人生你自己的下一步是什麼 因為不是可以計算的 大家看最近這7月來 台灣真的上風不是很平靜 從復興航空空難到高雄氣爆 到昨天新年安康 一個瓦斯氣爆 那不是講說高雄氣爆 全台灣管線都在查嗎 那查了以後人家都輪到說 一整天都有瓦斯味道 為什麼還會發生氣爆 這個有時候政府有責任之外 人必須要去了解說 人生當中有很多 不是我可以存在的事情 因為人生有太多的意外 非我所能夠控制 這一點是大家一定要認知的 可是大家一般都不願意 去碰這個事情 太到死 我不要去想它 假設佛家都會用一個議題來考很多人 我假設今天 你去參加一個 滿月 還是滿月的那個 滿月宴 大家都會去吃滿月酒 如果你去的時候 跟長輩講 跟這個孩子的媽媽講說 恭喜你 生了一個會死的兒子 會不會一腳被踢進去 會啦 但是如果是大師匯人一聽 爸爸媽媽就會想 不要好好教我孩子 因為人一生最後會死到這裡 可是九成九 我看一百分之一百零一啊 都一腳懶得聽不去 為什麼我們要來幾次 你來跟我們家講三次 可是他講的是不是事實 講的是事實 可是人就是不願意去面對 不願意去碰這個議題 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來講 他說今天心情不好 我問他為什麼心情不好 他說今天講錯話 我說你講錯什麼話 他說今天跟他 車子可以威頂 然後兩個人在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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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常常插衝一下 就吵架 吵架 然後對方就罵 我這個朋友講說 你一定會死 你一定會死 你知道我朋友怎麼會怕 我朋友以為我在修習佛話 他說你也會死 有沒有講錯 兩個都沒講錯 結果我朋友講說你也會死 然後那個人想一想 就上車開走了 然後我朋友回去就慘了 因為有修習佛話 覺得自己 怎麼可以口出惡言 可是兩個人都講錯事實 一個講說你一定會死 意思說你出品我車子 一定會死 但他講的 卻讓念佛的人會知道說 他講的一定會死 我真的會死 那我為什麼要跟他計較那個 那個小巧擦撞 幾百塊而已啊 為什麼要浪費大家時間 還要燉乾火 炒多半個小時 所以他講你一定會死 想我一定會死 那我想一想 那我就不要計較了 可是當我回頭就罵他說 你也會死了之後 想看我佛家修得不好 他說你也會死 結果對方聽了說你也會死 所以怎麼會阻礙我 你看有沒有修習佛話 差很多 有人罵你一會死 你會檢討因為你有修佛 會想說 讓你計較來洗 不要計較 但對方罵你說你會死 你沒有修習 真的想 那他真的是詛咒我 如果跟他繼續在一起 跟他講的真正怎麼辦 算了 就走了 但是兩個都講錯事實 人一定會死 而且不見得你自己 可以主張可以活多久 雖然如果假說平均壽命多久 說台灣人越來越活越久 平均可以活80歲以上 可是不要忘記 那是很多人加起來的 每一個人的生命 是不能夠去預計的 所以因為在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這個機會 能夠來面臨到生死的課題 透過今天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很難的 因為我覺得人生 就是要通過去面對 然後你不要去氣味 你就會更珍惜說 讓我這個人生 應該怎樣繼續走下去 所以這是我一開始 開副平均跟各位談說 為什麼是出事行動事實 必須要談的議題 就是死這個議題 所以假如說 我們這邊是台灣民政 我們一來台灣 談這個死這個議題 如果不能夠談這個議題 各位 我們很多理念不能堅持 因為你碰到 一個死這個關頭的時候 你很多的事情都做不下去 你會覺得活下來比什麼更重要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信念 有理念去堅持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在下的各位 是讓我非常尊敬的 因為我們今天有機會在一起 而且各位可以上機上課 接受別人很多的一些想法 那我今天是把我個人一些經驗 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我很樂於從這個角度去切入 因為這是我自己現在切入 人生是一個重點 因為我今年55歲 假設我還活15年到70歲 我未來這15年要怎麼去計較 當我過去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各位 各位看到我在政壇的表現 就是不太一樣的 我以前2004年之前 我在做立法委員 我大概一天上電視通道 一天最少三次 而且大家都搶著我去 人家都說我是四季 哇這邊去那邊去 常常第一個節目還沒有結束 要先離開 然後到第二個節目的時候 都要玩到 因為主持人要講說 我們委員在路上 馬上就到 但是經過十年離開立法院之後 我重回立法院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先從這個電視公告開始 他通告我 不會去 我選擇一個禮拜 一定都一到兩次 所以我會固定 也做回報告 每個禮拜一 晚上發兩到十點 在年代謝政府 我晚上會上他節目 我固定上 這樣我沒有壓力 一個禮拜上幾次 但因為他是重播三次 所以等於一個禮拜上四次 所以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其他有些人請邀約 我偶爾我去 會去一下 去的原因是說 好吧 我要上電視上很多 然後頻率很高 庫光率很高 然後就代表 我很有影響 不是 我上電視只是陳述一些想法 把有一些人的想法 特別過電視 表達出來以後 讓大家覺得說 我們台灣不寂寞 台灣還是有一些人 跟我有共有共有 因為我拜個角色 我如果是 要我個人選票 那我很簡單 我就是尋求藍綠 我就是尋求藍綠 綠的對決 我就是很難就很難 綠就很綠 我不要問是非 可是我覺得 我既然上個媒體 我就是要講出 有些人的心聲 跟想法出來 所以我接受自己的想法 所以喜歡我的人說 學生很理性 講話很公道 那 沒有人不喜歡我 還是喜歡我 但是我講說 學生 謝謝 有人會通常說 學生怎麼看得完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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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那不是我的個性 我說我的個性 就是持平 把每個人的心聲 話都講錯了 所以 我有一次的言論 我印象很深刻 一個是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兩顆子彈 所以在台大和南大道前面 就每天都是幾出外人 我是那個國務黨裡面 唯一 認為 這個台灣 一定要透過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 所以 我是那個唯一 沒有去到凱道 然後上去 去做激烈發言的國務黨委員 也因為這樣子 謝謝大家 也因為這樣子 我付出代價 因為有人就罵我是吳三貴 吳三貴 你清兵入關 意思是說民進黨是清兵 白頭都台灣 還有什麼清兵不清兵 都給他拚 還四我拚 因為這樣子 就幫我接上吳三貴 結果 一路這樣下來 那一次選舉選得也很辛苦 快就意外落選 那一次跟我們一起堅持理念的人 包括省護熊 包括段隱康 都是比較只有通道理性 那些都落選 因為在藍綠的對比殺當中的時候 你如果不能選邊站 你選中間 選票兩邊就離開 所以台灣選一些我們要理性要理性 農票的時候都不是能理性 都選擇兩邊歸自動歸對 但是我覺得政治是意識的 但是你對於理念的堅持是永久的 所以我在2014年可以這樣堅持 也因為這樣落選 那結果我從文理法院應該 應該會比較緊張 應該是會比較清楚一點吧 也不是 大家看到這一次那個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我大概是唯一可以跟學生團體對話的人 為什麼 因為最起碼我講話 發自於內心 因為我覺得這些學生 今天來到我們立法院 包括我們那麼久的時間 沒有人很喜歡 晚上不睡在自己家上面吹冷氣 那睡在這個街頭 他也是一份理想一份熱情 那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想法在 你要去瞭解 所以我選擇的是去瞭解問題的原因 選擇跟民意在一起 當然我又被修理了一次 可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本身 從這要的是什麼 就是講出真話 所以 有人說我太軟 不夠重 有人覺得我好像是淺綠 是綠營的這個同路人 這都沒有關係 因為人生有想法在 因為你人生知道 你人生他有多少的時間 你是要繼續做三屆 四屆 五屆 六屆 七屆立委 別人想說有一天 你的告別是上面寫說 陳岳生曾經連任台灣 十屆立法委 那又怎麼樣 你什麼事都沒有做過 你寧可只做了一屆兩屆 不是人們記得 你曾經為台灣這塊土地 土地過的事情 你如果看過了這個 你就比較敢在立法院 或在你所處的環境裡面 去接觸一些事物 我講一個我自己 很感慨的事情 台灣不是號稱 說我們是一個 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那大陸有異議員是來到台灣 不管是政治的 或是法律陳光臣律師 或者是宗教界 基督教被破壞了 或是佛教和禎被破壞了 他們來到台灣 尋求支持 每次開記者會 公聽會 我是那個唯一的 到場的來贏的利物 楊憲宏 他就講說 如果我沒有來 台灣在人權這一塊 南綠 這個光谷裡面 那麼美麗的彩虹裡面 少了一塊 我每次都去 那我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 我們南綠的政治人物都不敢 包括禍害基督教的 這個牧師來到台灣 他們陳述在大陸 受到了宗教禍害 來到台灣尋求支持 我們南綠有非常虔誠的基督教的 信眾的迷惱 他也不敢站出來 為什麼 他不知道 對面在想什麼 所以他不敢核對他 所以每次就變成 我來 就代表了 國民黨道 代表了蠻英道 代表了台灣天空 所有人都道 這是一個 我覺得 我覺得 你的選擇跟堅持 就在人間上面 就不同的表現出來 這種表現跟堅持 需要有很大的抗壓性在 再問各位 每個人對於同事婚姻 也有不同的想法在 有人說同事可以結婚 有人說同事可以結婚不能生小孩 有各種的很多議題在 因為台灣是一個 各種顏色光圖的地方 可是你要知道 在立法院裡面 抬到同事議題的時候 是非常保守的 包括藍營不敢去觸碰 綠營也不敢去觸碰 為什麼 大家都怕影響選票 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 他起來國外這個世界 他會站出來 一定有他的需求 一定表示現在制度 對他不公平 台灣我既然是一個 自由民主的社會 就不要讓某些人 躲在暗角裡面去哭泣 包括今天我們台灣民政 存在 他也代表了台灣一股力量 每一個人在台灣 如果真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就要讓每一個人 對我發生的空間 可是當你發現到 當要觸碰到同事議題的時候 很多人都面臨到真實內心的討厭 不敢站出來 因為一旦你站出來之後 就有一些宗教團體會出來批判 而且告訴你的英雄 就是如果你繼續支持的話 那你下一次我就會用選票 就要比自己 就讓你落去 所以很多人都丟回去了 所以有人會因為擔心老公 有人會擔心選票 擔心中擔心西 所以就一直 你每天就守著那個 最簡單的角落 就是去迎合大家的想法 然後就覺得我要討好大家 因為這樣是最安全的 也許因為這樣子 有人做立委做的會比我緊 可是對一生來講 有人就錯過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種選擇 那我很高興說 在過去從做記者 一路做B代表到現在 我覺得我的人生的選擇 我自己覺得還不是很厚的 最起碼每一次在 中央的外頭的時候 我都給自己一些信心跟力量 那這信心力量 來自於你人生的選擇 你做得最清楚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自己很高興 今天就夠有那麼多人來到現場以後 我們也許我們見面 以後也許在哪個角落 我們不知道 但最起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分享生命的一些成長的行為 所以我剛剛從一開始 談生死課的一路到 我自己在從這個過程當中 看到我的同僚之間 面對什麼是你要堅持的 什麼是你害怕失去的 你自己做了一個什麼樣的選擇 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一些經歷 但是經過這些簡單的數目之後 我是給大家一些簡單的一些建議 建議的第一點是說 第一個要活在當下 這句話不是只有限制在佛家所說 活在當下就是你要珍惜現場 此時此刻 我以前去畢業典禮的時候 很喜歡跟畢業生講一句話 我說你在畢業典禮的那一刹那的時候 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看看你右邊的同學 左邊的同學 後面的同學 前面的同學 再看看你最近的師長 不管你喜愛他不喜歡他 這個時空在這時間 就只有凝住這一簡單的時間 之後就改變了 你以後的同學 你說要再開同學會 不可能全員到齊 不可能 因為所有的人都在變化當中 你不可能掌控再回到 你最正愛的那一個原點 所以光光在座的各位 我們今天能夠齊聚一堂在這裡 也許大概來自於全省都難惜美 但是你今天會坐在這裡 你現在坐的位置 旁邊坐的人 也許下一個時刻 他可能有別的原因 他不能再到現場 或有其他的原因 我們以後坐的位置 沒有像現在 是排在左右邊 所以人這個原證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珍惜這個原證 大家要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 你要珍惜現在 因為下一個時刻 不是你自己能決定的 可能一個外在環境的變化 可能改變了我們的醫生 所以你想做什麼 你就活在當下 努力去做 那有人聽了我講這句話以後 我要活在當下 所以要及時行的 趕快燈紅熊綠 趕快不夠花 不夠開了 趕快去 因為下一個時刻 不知道身體能不能 繼續那麼快樂 所以趕快 要所有的事情 想最好多去做 做的結果就是找遙 因為馬上就搞壞掉了 我們請大家活在當下 不是要你及時行樂 不是燈紅熊綠 不是 不是指最精靈 不是 是好好去珍惜 你覺得人生是什麼你最重要 人的時間都24小時 7小時8小時睡覺 再加上應酬聊天上班 剩下的時間那麼有限 你優先選擇給誰 我覺得這個活在當下 是一個人生必然一定要去面對的課題 這個活在當下 我特別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那第二個 就是要學習改變自己 要樂於改變自己 因為我們一般人 對於改變自己 通常會有很大的抗拒 你看我們看到小孩子 從出生開始 你就想抱他親他 那小孩子很可愛啊 你都喜歡抱他 那為什麼到七八十歲 老人家變人喜歡抱他 為什麼 那我覺得人要去想這事情 有人會 會講說煩惱煩惱煩惱 都會覺得好像老人家有時候 說講起話來想的事情 越來越天真 越來越可愛 然後像小嬰兒一樣 可是你說有多少人 願意去擁抱老人家 不懂 那為什麼沒有人要擁抱老人家 我最近跟一些朋友在開玩笑 講說 人活到了大概只有兩種行業 會讓人家越老越職的爭度 一個是做神聖人員 老得上啊 老神父啊 老牧師啊 為什麼他年紀越長 我們越珍惜他 越尊惠他 因為我們覺得他斷捨了所有的意念 所以我們覺得他是讓我們尊敬的人 另外一個就是中醫師 越老的中醫師越值錢 你覺得中醫師把脈經驗豐富 西醫師倒不一定 你寧可給老的中醫師看 你不敢給老的西醫看 就是老的西醫更上時代 所以醫生還是有分的 老的中醫師看 除了這兩個行業以外 或兩個職業以外 其他人年老的時候 誰想去碰他 很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染人一生的喜氣 所以變成我們越老 那個喜氣越固執 因為我很習慣 我就活了七八十歲 我幹完要改 我改了自己不自在啊 所以一般人 在年紀越大的時候 人家越不願意接近 然後自己就覺得越孤單 脾氣又越不好 那為什麼改變自己呢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人 能夠來上成長的課程 不斷地從你有意識的開始 就不斷地調整自己 我覺得這種改變 是讓我覺得 是人生一定要選擇方向 你每天就有 不要挑戰改變自己 如果你每天去想說 每天的日子 都跟昨天前天一樣 比不論是你吃的喝的 不一樣以外 那你人生多活一點 少活一點 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家 願意放下這個假日 出去玩的這種 最好的時光 來這邊上課 也許講者不如怎麼樣 但每一個人中 有一些智慧的火花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不斷地在尋求你的成長 我需要也祝福每一對人 當你國際年紀越老的時候 會受到更多的尊敬跟愛戴 因為要不到老人家的時候 我們沒有人來看我們 我們有時候發動這個 直戰產品的時候 就是鼓勵一些直戰產品 一些年輕的志工朋友 到假日的時候 到養老院去 跟老人家握個手 叫Shake Hand握手 為什麼要握手 因為讓老人家覺得 這個世界還有什麼關係到的 那個握手的那一剎那 讓他感到人與你之間 很有接觸 你看為什麼人 要活到這麼老的時候 需要可以同情 用握著手 來證明我還活著 跟這個世界還連結著 我覺得這種反省的力量 是我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 我也沒有在從這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不斷地墮落 我不斷地沒有去好好的 去改變自己 但是我看到在座各位的時候 我是蠻有信心的 因為每個人都在尋求自我的改變 這種改變 希望有一天 我們年紀大的時候 我們還像一人 每個人看到我說 阿公阿嬤 我要喜歡你 因為對他來講 是一個有我們的坐標 是一個永遠可以學習的對象 我覺得這種勇於突破 然後不斷地改變自己 我一直認為是一個人生 一個成長動力 那最後我要談到的是 立他分享 因為你除了不斷地自我學習 不斷地珍惜現在 活在當下之外 我覺得人生要學習立他跟分享 很多事情 夠了就好 你看我身上 我也沒有名表 我也不戴戒指 我穿的衣服 就是一般賣草奶的衣服 因為你在怎麼穿 人就是一套衣服 你不可能一天 給自己多穿幾套衣服 鞋子一雙就夠 因為你只要兩雙腳 你戴戒指戴法 也不過十字手指 手腳再戴 也只有兩個手腕 人生 真的是夠了就好 這個夠了我覺得 你要隨時提醒自己 你不管是在海外那裡怎麼吃 弄披大一百塊錢 熱炒 你也可以吃 就是吃飽而已 夠了就好 但是你可以有 沒有更大的能量 去跟別人分享 我覺得這種立他分享的想法 在這各位去想想 我如果一百塊錢 那我一百塊錢還可以在做什麼 除了給自己吃飽飯之外 還能做什麼 我平常會想到可以及時去行善 讓別人多開心快樂一點 雖然我很反對 有人在街頭 嫁入的時候 紅玉燈街頭在發那個 這個建築物的那個 建商廣告 我常常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有買過 因為他們是最窮 活在最底層的人 但是去賣最貴的房子 他用了住不起的房子 我能給他什麼幫忙呢 雖然我們反對 他們穿梭在車陣裡面 有人想說你越是縱容他 拿他的廣告單 你就是縱容他繼續在 這種車陣當中冒生命的危險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拒絕 然後不要把車窗擋開 可是再做 我們還沒有那個能力 讓他不要在這邊出現的時候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車窗擋下來 然後搖下來那一槍那的時候 廣告單給你 我就跟他說請注意安全 這件事情那麼簡單 搖下車窗拿一個檢 他也許就可以拿一塊錢 然後我如果碰到 賣玉蘭花的 我一天一買一把 二十塊錢 頂多三十塊錢 對他來講 他會覺得在那個街頭 你這樣發的 或者說一直碰壁一直碰壁 一直碰壁 有人開了一個門 跟他講說 要注意安全 要給你水 不是給你消息 給你水 這種 你簡單的形態都可以做 就是利他 分享 你只是口罩跟他講 他就覺得有人在關心我 但同樣的 各位馬上年底就要學舉了 有人在那邊發交單 拜託拜託 不管是發面子 發筆 發什麼 你就給他拿下來 大家早點結束 要是有關心到怪 你會不會投他 為何選票可以投他 那是一種感覺 所以我最喜歡講到辛苦 碰到誰有講辛苦 包括在我們家維修電器 他離開的時候 我送他兩杯阿 耳朵 說行扣 第一次講 對我無告 我說沒有阿 兩杯阿 耳朵都一樣 覺得他來這邊休息也很辛苦 你常常從小地方 你就可以做 可是人就是很冷漠 就很奇怪 就是那個嘴開胃 所以我覺得人生你去算一生有多少善事 什麼時候開始做事 都來自於在座的各位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利他分享 會讓你人生有很大的快樂 然後你就想想說 那我自己這一生 我以為去跟人家去做利他分享 一旦你有想到你自己 什麼事情都夠了 然後想到願意利他 願意去分享 我以為你有手中有好多資源 可以去跟大家來分享 我以前在高雄 待了兩年的時候 我們高雄有一個慈善會 是沒有登記的 每一個月給繳一百塊錢 做什麼 你無法想像說 既然在高雄還有人 往生了 沒有錢關目 那這事實 我們跟他做起來 哪裡有人沒有錢賣關目 我們就送錢過去 不要收據 便強迪 簽一堆收據 你不用 就是我覺得這是該做的 你就馬上做 像這種利他分享 是我覺得我們這一個 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你隨時隨便都可以做 像我自己本身 我跟展望會 從這個雞二三十活動 合作快要二十年 我就認養小朋友 一個小朋友一個月七百塊錢 台灣的稍微高一點點 一千塊錢 但是你會幫助一個孩子 然後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 感覺到有人在幫助他 所以我就選擇兩類 一個是 國外的話 那麼我也希望選擇少數民族 然後台灣我就選擇原住民 然後第二點就是 謝謝 然後第二點就選擇小女生 因為我覺得女孩子 在一些比較堅困的國家裡面 通常女生 在成長過程當中 如果沒有外界的支持 這些女孩子的命運 通常都是比較淒慘 所以我能夠做 就是認養少數民族 他的小女生 然後他們定期會寄報告給我 那一月七百塊錢 都可以做 像前段時間我看到Discovery 看到在喜馬拉雅山 在尼泊爾 有那個雪巴人 這個族群人不多 他說我們坐高山下島 然後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Discovery要拍一個特別節目 有一組特別的人要去宮頂 結果他們就全程記錄 然後雪巴人也全程配合 結果我們想在宮頂那一場那的時候 出來整個天氣變黃 然後產生大雪風 然後一下子 讓很多非常棒的高山峽島的雪巴人 就死了一難 那當然那個片子拍完以後 很多人很難過 可是很多人就沒有注意到 在那麼遠方這個雪巴人 他們的處境是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發生之後 大家才知道 世界上大家 鄧山高手最想攻頂的那個夢想 山頂 如果沒有雪巴人攻不上去 可是雪巴人 確實沒有任何保險 然後拿最低的帶領 然後他們每天就會冒 這樣的生命危險 所以因為那一次的這樣的慘劇 所以雪巴人 就要因果而政府 拿出堅強的態度出來 所以你要保障我們的一個 基本的工作條件 這種情況包括我們台灣 也有很多高山的這種 扛背包的政府原住民朋友 扛到兩腳膝蓋 都沒辦法承擔 因為我們很多登山的朋友 都希望用最少的錢 寄你的住民朋友幫我扛最多的東西 你看人就是這樣子 就你可這時候省了一點點錢 然後下來你可去KTV喝幾杯 說我們攻頂成功 但就不願意給高山這些朋友 幫我們扛政府的朋友 多一點點錢 那同樣的在雪巴人 也一樣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他們就在尼波爾 產生這個抗議行動 可是抗議行動沒有多久 也就結束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求尼波爾政府 暫時不合法 攻西馬達爾山的這個登山症 因為他們要求一個 合理的工作待遇 可是人體不過那個環境 因為他們表示他們抗爭的時候 同樣的他們也沒有收入 也沒有錢給他錢 那尼波爾政府更不用想說給他錢 所以他們的抗議 經過一個多月之後消失了 那我要講這名字 我在看Discovery的時候 我看到這一個電視節目 後面打幾行小事 因為Discovery這個太索頻道 從來不互換 他只是講說 如果我們對學發的這個處境 你有感受的話 你請跟他們支持一下 後來我們就有個團體 我們就寄了一筆錢 不多幾萬塊錢 可表示這是我們的心意 這也是台灣啊 這是台灣的心意啊 所以這都可以做 他們不只一行字 那又比如說 我在14年前 我去莫斯科參訪 然後我去莫斯科參訪的時候 我看到莫斯科的老人院 這些老人家過得很辛苦 是因為在蘇聯沒有結底之前的時候 大家都有飯 是因為大家都吃一口飯 所以沒有人會餓到 但是也不會有人吃得特別的好 因為那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 後來蘇聯結底之後 挖掘了 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沒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 然後我以前靠這個政府社會制度 去保障的這些人 是最窮口最難過的人 住在老人院裡面 有雙眼師弟的人 是最痛苦的人 我就是意外地碰到這樣一個情況之後 我回來只做一件事情 過去14年 我已經離開了立法院 中間去過高雄 所以我就在桃園做過我們跨區老闆 募助了 不然成為立法院 但是這14年當中 即使我離開公職 我都拜入外交部做一件事情 我每年 二月份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千塊錢的美金 給我們俄羅斯的辦事處 請他用這一千塊美金 然後選擇不同的養育院 然後去給這間養育院的老人家 帶來一些生日的這種信念之外 每一個人給他一點點小錢 但是他在中國 都會有人一做阿公的人 會知道 為什麼到時候 老人年紀很重要 因為老人年紀是 你口袋有一點錢 如果孫子來 孫女來 你還是會過來 來阿公我一起 因為口袋只好一點錢 感覺到比較實在一點 可是在蘇聯瓦解之後的俄羅斯 變成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之後 這老人家沒有人管他 可是台灣這個力量 就展現了 一年一千美金 三萬塊台幣 這很少我講不出來 這會碰到各位 我現在得多講一句 可是四年下來 你四十二萬 我是沒有事業的委員 我是專任的委員 可是我 我們都會做這個事情 然後外交部剛開始 還有一點排斥我 想一千塊美金 那一千都是一萬美金起跳 十萬美金起跳 一千美金 老實知道我課堂 肯定很容易轉後 那個外交部 蘇俄羅斯的大使 他覺得 學生出一千美金 他自己也出一點 然後就帶一筆錢 然後去到一個老人院 這樣一走 走了十四年 也走了十四個老人院 不簡單 這就是台灣的力量 一千塊美金 可是你可以讓你力量 持續發展下去 又比如說 義度 有所謂的寡婦村 這寡婦村就是 日義度的傳統 是如果 這個先生往生的時候 太太不管你年紀多小 都要送到 一個寡婦村裡去 從此一生就在那邊 然後你就是 私處都在那裡 當然如果社會外面沒有捐款 你就知道你的生活多艱困 那我們是看到有部電影叫《霍水》 他也有女孩子 然後他的一生 就在這樣的一個寡婦村裡面路過 我們就把這事情放在心裡面 那很巧的是 在今年年初 印度就發生了洪水災害 然後我在一個英文報導裡面 看到了這個訊息 一個村子 就瞬間被洪水摧毀以後 既然摧毀了 是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家裡面的先生過世了 留下太太 整個村子 幾乎一瞬之間 就變成了寡婦村 可是這個對我來講 是好遙遠的事情 可是對我來講 你就感同身受 去想想一個女孩子 本來有她美好的夢想 想以後我的兒子長大 娶喜庫生孫子孫村裡 做了很多人生的美夢的時候 突然一瞬之間 就進入了寡婦村 可是這時候你想想看 我能幫她什麼嗎 如果給她一點點錢 支持她一下 你就覺得說 她會覺得 這個來自一個 很不容易的一個 我不知道的世界 竟然有一筆捐款 來到這裡 這就是一種 令她推搶的一種成就 我講這些事情的原因 不是說各位 我們要常常捐款 有人會講說 你到印度去的時候 如果你要發給情感 那你發不完 因為這是印度政府的一個責任 社會福利做不好 是這個國家的責任 可是如果你今天想好說 那我一天 換一百美金的零錢 一塊錢一塊錢 每次我一天就發給一百個期待 最起碼我一天也做一百件上席 如果你從不同的角度去想的時候 你的出發點就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到在街頭 發傳單的人想 這是政府該做的事情 那你永遠不會做任何事情 可是如果想到我能做什麼事情 你從後面要下來 你就可以給她一點幫忙 這種力量 是台灣很珍貴的力量 但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你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台灣人 因為我們在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在談到台灣的未來 談到一個台灣的心的時候 我要很驕傲地講 台灣人真的很偉大 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參加華視 整個天有台灣 電話不通話 我本來以為上去一個小時 那個電話 大概不會接到台北全場 大概有一點百人都在接電話 你知道我一個小時一上去 電話沒有聽過 我就一直拿著 一直拿著 一直在接 而且常常是爸媽媽 打電話進來都說 我另外 可不可以再幫我的孩子也去 然後把孩子的名字都給我 因為每一個人 我都要有張單據 沒有辦法提 他幫孩子也捐五百一千 不過 可是他要做一件事情 讓孩子知道說 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多幫助別人 他在日本海嘯的時候 日本人自己 當地自己捐的錢 比不過台灣人捐過去的錢 一個高級期望 台灣人一捐就超過三十億 你說台灣真的很有愛心 但我們到底是屬於哪一類的台灣人 我們有沒有舉手指導去 立場去跟人家分享 常常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很好了很足夠了 我覺得如果你有常常這樣的想法 讓自己活在當下 然後常常習慣改變自己 突破自己 然後常常懂得立場跟分享 我覺得人生不要去想太多太多 我要怎麼去完成我的人生實力 也許你在這個默默的過程當中 你人生已經完成你自己的實力了 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一個人生的態度 也讓大家一起共同來分享 那最後今天來到我們這裡 我就要談到我對台灣的一些想法 因為剛剛談到的是自己對於人生 一種對待 太難 然後跟大家一起共同來分享 那最後談到的是分享台灣這個國家 因為我有跟各位提到 我從做記者 台北世界的立法委員會一路過來 我大概是少數來的帝國營店 有台北紀念 有南部紀念 然後現在在桃園的 這樣跨台灣的紀念 那我也覺得我因為做起了出身 我很喜歡去觀察 那我自己就感覺到說 在我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台灣是少數世界上面 非常值得大家珍惜的一個福利保定 我們過去提什麼東方瑞士啊 講富爾摩沙 講很多 可是我覺得 真正去深入了解台灣的比例 在內的各位也是先進 可是有很多人對台灣自己這塊體力 了解的程度真的是非常有限 我常常跟很多國外來的朋友 即使是台灣的朋友 我去分享我自己一些簡單的看法的時候 大家聽完以後都覺得 真的讓人家很感動 我就舉簡單請的 按理跟他做這樣 台灣是少數一個小小的 這個3萬4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面 竟然可以有熱帶 有氧熱帶 有溫帶 有寒帶地形的一個國家 太難得了 你去哪裡去看 可以在一個短短的4個小時之內 你可以看得到不同的氣候變化 在台灣出現 台灣的北部跟南部 台北跟高雄就是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還沒說高雄很熱 我在高雄那兩年 我就高雄不熱 我覺得台北很熱 為什麼 因為台北十七代州 台北高雄海風比較多 看得癢 所以感覺上高雄比較熱的部分 高雄雖然是熱帶 另外一種風很大 所以吹起來很難怪 比台北還要舒服 可是帶在南北 也不夠400公里而已 可是既然落差就這麼大 然後我有些國外朋友來到 我們陶梅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 你也許不要去台灣走一圈 你有機會讓台灣 你在陶梅就好 帶兩天一夜就好 你可以從台灣進機場之後 然後一路往阿拉山去 然後你可以到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兩個小時 從進機場 然後往復興鄉 然後一路上去 可以到三千公尺的高山 然後看到台灣 橫貫東西的公路 這是一個台灣 在別的國家 看不到一個 最棒的天然地形 然後我曾經 為了愛台灣 我去學開小船執照環島圈 再跟各位有環島經驗 開船的請舉手 一位 你看 兩位 兩位 台灣三位 這尊 我還是考小船執照 八四年三夜 到台灣一周 你知道台灣是全世界 難得 在短短的距離之內 可以經過世界三大海域的 我當時在高雄 不然會算多容易起立 我說如果我去選高校市長 立馬高雄發展成 這個非常棒的一個海洞世界 因為高雄可以在短短四個小時之內 經歷過世界三大海域 第一個 高校長出來後 就來到台灣海峽 世界著名的深水溝 再往南走來到巴士海峽 是全世界通浪最大的 巴士海峽 再往綠島 海峽海峽 是全世界最危機的太平洋 那個三大海域 你只要經過 你就會發現那個海的顏色 整體處 它不同的特質 這就是台灣 四個小時之內 可以看遍 亞熱帶 溫帶 寒帶 也就是在四個小時內 經過三大海域 這是台灣老天爺 給我們一個最棒的天然地形 這是台灣 我們很棒的一個天然 第二個 台灣經歷過不同國家 在台灣待過 不管是過去 從葡萄牙 西班牙 美國 日本 很多國家包括中國大陸 一路過來 但是台灣 你會發現 台灣是一個包容度 最高的國家 我們可以承擔 各種不同的文化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因為各位今天來到桃園 我就以桃園為例 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海外 每一個在哪個地區 都會建造 靖國神社 為了參拜 他們的神明 還有往生的靈魂 所以每個地方 只要他在哪個地方 都會有靖國神社 可是在外世界大戰 結局之後 全世界在日本海外 還保留有靖國神社 是哪裡 是台灣好遠 就在我們的虎頭山 現在變成中夜池 很有趣喔 以前中日打仗 兩國的兵制打仗的 結果現在 竟然其實在那地方 不可思議喔 韓國幾乎把所有日本的遺跡 全部拆得乾乾淨淨淨 可是台灣竟然還用日本的總督府 做我們現在的總統府 然後日本的靖國神社 竟然去保留下來 現在變成台灣的中夜池 這就是台灣人的這種暴露 這種暴露的態度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 台灣人怎麼會 那麼樣的寬宏大量 大家看 很多的國家 包括伊拉克阿富汗 包括今天的美國 你看最近的新聞 你就看到 美國在秘書裡州 有一個小鎮 只有兩萬多人口 就一位白人警察 把槍殺 非洲裏的黑人 小孩子 結果 在當地的小鎮 引起非常大的抗爭跟暴露事件 為什麼 美國的黑白走的問題 已經解決 事實上沒有 他們做過一個統計 現在每一週 美國還有兩位白人警察 殺死 還有兩件白人警察 殺死黑人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黑白的問題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完全的融合 雖然美國號稱世界的大文武 但實際上 在內心裡面的那種族群的歧視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消失過 可是 大家現在在台灣 雖然早期 不管是原住民 有九族九族 所以有九族文化聲 現在原住民 多好族 十幾多位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都開始 尋求自己的身分認同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在台灣 如果有人說 他被歧視 是因為種族被歧視 這在台灣是一個很大的禁忌 是大家都給你取起了工資的 所以 台灣才短短這麼多年 就可以讓所有族群 在台灣 不管你從哪裡來 包括現在來到台灣的新住民 都能夠在台灣 被充分的尊重 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包容 這是台灣一股很偉大的力量 這個偉大的力量 才是成就台灣未來 最大的一個關鍵 那這種力量 成立在什麼地方 呈現在我們的政治面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得到 全世界從一個專制戒嚴 要變入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我很高興 我自己從這個記者一路過來 從戒嚴跑到戒嚴 然後到自己從政 台灣是全世界 極端少數應該是唯一僅有的 能夠在民主 這個政治的落實過程當中的時候 我們只死掉一個半年 這不容易 我們不要去講白色恐怖那個時間 只講在解嚴前後 最混亂的那十年 那個是台灣最關鍵時刻 你看不管是在其他的國家 什麼茉莉花革命一路過來 包括泰國這個紅山區 紅山區的對抗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每一個國家在談到 政黨人體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或是一個 實施民體政治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很少像台灣 能夠那麼樣的平和路過 只死掉一個半年 我想一個半年 一個是鄭南農 他選擇捍衛言論自由 他選擇了自衛 另外有半個人是在 抗議戒嚴時期 聽說他是被人家 脫棄而死掉的 不是他是一個這樣自衛 最真正的台灣 能夠那麼平和的路過 那麼危險的時刻 在全世界都認為 不可思議 台灣一定要經歷過一個 像六四天安門 最起把這樣的血清鎮壓 可是台灣都沒發生 台灣竟然可以平和路過 這是一個台灣 我們必須要講 這是一股台灣最偉大 最偉大的力量 這種偉大的力量 我們一定要把它放在心裡面 因為這種力量 要是持續一代傳生一代下來 為什麼要這樣講的原因 是去年的洪仲秋 白山區 到了今年 這個太陽花旬 站在街頭的人 都是以年輕族群為主 這一群人 都沒有經歷過 我們所謂的白色恐怖的年代 甚至很多人都是在 解憶之後出生的 他一出生民主自由 救贖他天生救贖 他從來沒有想過 這是需要去抗爭去爭取來了 但是這一群人 竟然能夠走上街頭 而且能夠持續的 和平理性的 待了那麼長的時間 然後最後能夠和平落寞 這種偉大的力量 表示台灣的精神 有在傳承 這種包容的力量 包容疫情的力量 雖然在太陽花旬運過程當中的時候 也有一些衝突 有一些不愉快 包括我在立法院 要進出立法院 還要被學生買下來 談雜工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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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頂多輕傷 脫皮 有人翻牆衝進立法院 衝到立法院門口 翻過牆進去 就自然在那邊 就停下來 因為他知道 在過去是不對的 那有人攻擊行政院 如果再到國外的立場來看 那叫準政變了 標示你的總理府 已經被佔去了 對國外來講 那已經是趨勢政變 準政變的開始 在台灣 就比如說只是一個SNC的新聞事件 隔天清財 六年都沒有結束了 而且他就退出來了 因為並沒有準備長期要戰 並沒有準備要政變 可對國外來講 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 台灣已經發生政變了 怎麼還可以平和落幕 最好他要隨30萬人走上海道 竟然還可以留下任何止卸 還做好垃圾分類 這就是台灣最爆點的力量 所以我大陸去跟他們 事故交換意見的時候 我特別跟他們講 這個世界你不要從藍綠的角度來看 這個事情 認為說這是綠營挑撥起來的學生運動 是年輕人是被綠營說不破 所以做了一件盲情的事情 我說你從這個角度去看待這個世界的話 你永遠不會知道你台灣人在想什麼 後來他們接受我們的想法 所以他們為什麼後來 這個大陸國來 還會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說要去接觸不同的階段裡面 包括年輕人都是他接觸的對象 雖然後來沒有那樣的順利 但是我很高興的是 他沒有藍綠來看待這個事情 如果把它解釋為是綠營發動的一個抗爭運動 跟過去的政治運動是一樣的時候 那他看待台灣 他就會失去焦點 但是他跟我看準確以後 他就會知道說 台灣真正有一股新的力量正在發動當中 而這一股力量 不僅是作為華人世界一個重要的典範 它還是作為一個全世界 重要的一個民主世界的一個場地 這種不是任何人給你多少錢 告訴你該怎麼做 定下的一些規則都已經完成了 伊拉克在美國進去把海山拉下來之後 照美國的制度設立了參眾議員 也有總統 然後也設立了總理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伊拉克到現在為止 還在不斷的抗爭當中 為什麼 空有制度 如果人沒有那樣的認識 沒有那樣的內涵 它是不會有未來的 所以當我看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真的必須要講說 台灣讓我們覺得 從這幾個世界裡面 我們看待出台灣年輕的伊拉 已經承襲了我們台灣 非常大的一種包容的精神 在政治面向上面 那同樣的 談政治 大家覺得那只是少數人 一部分的事情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說 從洪仲秋 從這個太陽花學院裡面 它抗爭的議題 不見得限定是在所謂的政治議題 而是公共議題的時候 表示大家對台灣這段努力 有更多的認同 那才是真正在愛台灣的開始 過去我們成長年代的面 很多人家的面 這個桌子如果是不平衡的時候 年輕一輩可能不知道 老一輩都會知道 他不是想辦法說 把桌角的距離去把它鋸平 或是把那個地把它抖平 不是 他就拿報紙把它折一折 然後看哪一天 這個比較不平衡的 一電就一電 十年二十年 所以一定要換桌子 才把報紙拿來看畫 二十年前的舊報紙 可是二十年前 他就暫時 就是這樣一做 就做了二十年 所以過去 大家對於台灣 都比較暫時性的看法 沒有去認真 發現到台灣的真正的本土 所以我就看到說 台灣慢慢看到年輕這一代的時候 你會知道 台灣是被駐紙的一塊土地 是我們要珍惜的土地 這是政治面向的部分 另外一部分 我剛剛談的是 宗教面向的部分 很多人都沒有提到這一點 可是我覺得 我長期以來在宗教界 結識了各種地本的日國教朋友 那我一貫道的朋友 我有法人公的朋友 我有基督教朋友 我天主教朋友 各種朋友都有 包括西藏 藏的國教朋友 也非常多 你有沒有發現全世界 唯一在宗教上面 可以被受到高度包容的地方 是哪裡 就是台灣 因為整個世界裡面 不是基督教的世界 就是回教的世界 那麼大家去念中世紀的時候 為什麼要十字軍東征 就是基督教跟回教的戰爭 那基督教裡面就是 一手拿聖旗 一手拿到信活者得永生 不信活者就讓你下地獄 所以所有的衝突 都來自於宗教後面的這種文化衝突 911事件的發生 也代表了基督教跟回教的衝突 你今天把彼拉登殺掉了 基地土質不會消失 它只會不在於擴散 然後全世界各地有更多的人 然後會參加了這樣的一個組織 為什麼 它不是一種聖戰 所以為什麼 美國人會覺得不法了解 生命不是最可貴的 為什麼有人要做人肉炸彈 才20歲 為什麼要把自己就做犧牲了 因為它有它的信仰在 所以如果今天宗教界不能夠互相認知到彼此 不能夠互相包容 全世界這樣的戰爭 也不會形式 而且這種戰爭 大家如果再去了解的時候 會覺得很難過 即使在同一個宗教裡面 都會產生很嚴重的戰爭 包括今天不管是葉仁 不管是伊拉克 統一的都是伊斯蘭教裡面 還有很多數派跟少數派 還是不像殺來殺去 可是台灣 我們可以包入各種不同的宗教 在914件發生之後 所有全世界 西方國家 看到回教信仰的人士的時候 都會一個產生戒心 想它會不會是恐怖分子 包括女性在內 都會覺得它不是恐怖分子 它搞不好是黑網路 大家都會產生一種疏離感 產生一種害怕 覺得說我不要抗擊它 覺得它們可能會給我帶來一定程度的這種傷害 所以基本上它是排斥的 但是你發現在台灣 我們有很多回教的信眾 在台灣是不會受到任何歧視的 但如果來到我們中立平正交界中生市長那邊 那邊也有新增市 因為那邊有當時 從雲南過來的很多人士 讓他們大部分信仰回教 最好回教會帶來我們中立平正正的 可是它在台灣沒有受到任何歧視 即使914件發生之後 回到世界 在基督教世界裡面是被排斥的 可是在台灣它是被尊敬的 台灣沒有因為你的宗教信仰受到歧視 沒有因為一個宗教信仰讓人家懷疑可能是恐怖分子 所以全世界有哪個地方都可能被葬 只有台灣不會被葬 因為台灣是一個最oral的地方 因為在宗教上面 我們給予了一個高度的關懷 高度的容忍 所以只要你不要戀財騙勝 你在台灣你要信仰什麼宗教 你要信仰什麼教育 沒有人會去自食你的 這是台灣很大的努力的成果 以前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即使是佛教 在一個現實也只能有一個佛教會 可信仰多久能講它 那是很難得的事情 台灣真的是宗教界的擺發期望 全世界真正的信仰中心在這裡 我可能不怪我朋友會講 藏傳佛教雖然阿賴大媽在印度 可是藏傳佛教發揚最光大的地方在哪裡 在我們台灣 為什麼 因為很多的高生黨 阿賴的國際都來到台灣很好 因為台灣人最善良 台灣人最尊敬上天 最尊敬神明 這種包容的力量 各位 不僅在政治面上我們成功 在宗教界上面 我們倒覺得慶幸 你以前覺得很羨慕美國 可是現在去美國的時候 你很擔心搞不好去南遊樂場 突然發生爆炸事件 不要忘記去年 美國那麼歷史悠久的波士頓馬拉松比賽 在一個那麼美麗的城市叫波士頓 馬拉松比賽沒有一個人是恐怖分子 沒有人是希望這個社會是悲哀的 大家都希望這個社會是運動樂觀進取的 可是就有兩個兄弟那麼年輕 結果就用自己做的人炸彈 結果炸死很多人 也炸傷很多人 一個百年的運動 在一個那麼美麗的城市 從來不會想到的 竟然發生了爆炸 所以美國你就要進出現在美國奪土 或從台灣要搭飛去美國 幾乎這樣的衣服快要脫光光了 為什麼 因為美國人很怕氣啊 他們怕哪有是草物分子 可是這個倒高一次我倒會炸 因為你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 文化衝突不解決 永遠都會發生 而且從這個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的戰場 現在都移到了美國本土 這種不會已經結束了 所以你希望你先入美國 可是現在你發現 在台灣 你系什麼宗教沒有人歧視 全世界包容物最高 最多的接大就是我們台灣 所以這種包容 不管在政治上面 我們做了一個和平的政權力 同樣我們在宗教面上面 我們也呈現出了最高的包容力量 所以它會變成 那麼多神明都來到台灣 當然台灣是應該被祝福的 所以我覺得對台灣未來 一定要有信心 然後就要談到的就是我們台灣人 這種的原情味 雖然我剛剛點了很多 我們捐助別人的案例 但是台灣的原情味 真的在每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 你就看到台灣為什麼那麼大的力量 我每次看到慈濟或是其他宗教團體 在每次有這種告別式的時候 他們會來到現場來祝念 大家引引我來 為什麼要出來 去幫人家去祝念 而且很多人覺得 我如果去參加告別式 有時候是不得已 那因為有自己的接觸 好有往生 去了之後 有朋友跟你講說 你回家還要到我邊的地方 再回來一下 不要直接進家裡 免得把那個惡運帶回家裡面 萬一家裡面會有容量死掉 都有這種經濟在 可是為什麼就像慈濟這樣的人 他很悅意 然後去祝念 佛光盤也有 非常非常多 然後有人家 願意把自己家裡面提供 來做資源回收在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家裡面很乾淨 可是現在有人家 願意把自己家的位子提供出來 給別人做資源回收 你全世界找不到這樣的台灣 這種台灣的精神力量 是讓台灣今天 雖然在政治上面 處於這麼樣的艱困 我們也面臨到很多的挑戰 沒有任何的資源 那台灣能夠一臨不搖 那最珍貴的 就是台灣人 這個原的價值 所以他呈現在人情面的時候 當政府做不到 你看 地方高雄政府 高雄氣暴只不過要19億 台灣人一下天出來 一個禮拜就進入30億 這個在全世界 你去找什麼地方 會有這樣的地方 我在那個電話 接電話 就是一通一通電話這樣接 那個電話沒有講 高雄是綠營執政 我不捐錢 然後過來我是民進黨 我是台人 沒有 因為大家都是台灣人 大家願意去做這個捐書 因為大家覺得 不願意看到別人痛 我想說台灣人 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本質 日本海獸 讓日本 福島也面臨很大的一個災病 可是為什麼 日本要重新站起來 很難 因為日本人 像台灣人 這樣的熱情 他沒有 所以台灣的捐款 為什麼超過日本人 因為我覺得日本 都很要好 而且那麼鄰近 我們也希望他 日本人 能夠早日脫離困境 所以我們捐這個錢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沒有考慮到什麼 啊 我這個捐這個錢 是為了台日以後 更好的這個光交 不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 基於一種 人與人之間 我們不願意看到別人 痛苦的這種想法 這種台灣人的情侶 就是這一連串下來 呈現出來最好的面向 所以 讓我跟各位報告 不管是從天然地形 在那麼小小的 三位世間提供公立 擁有各種的天然地形 讓我們不管政治的何其一段 讓我們宗教的包容 讓我們原情為補助了 社會制度的不足 台灣在在證明 台灣是不得來的 但是台灣最終要做一件事情 是我在做文化局長的過程當中 我深深感受到的 就是台灣一定要做社區重點營造 這個社區重點營造 有人想它是有政治的目的 但有人認為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讓大家從我自己家 開始認識起 因為我們這裡面有很多的人 成長之後面的 想到的就是喜馬拉山 想到的就是黃山 想到的是長江 想到的是黃河 但從來沒有認識自己家的淡水河 佐水溪 我們桃的大坑海溪 對沒有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看待到 我們眼前自己的這個 所套的土地 到底長什麼模樣 所以透過台灣的社區重點營造 讓每一個人開始關心自己的家園 這種家園也 我覺得更掌聲 然後也是為了自己未來的下一步行動 我們自己給自己掌聲的一種激勵 因為在社區重點營造當中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讓彼此之間 開始度相認識 從我這塊肯定開始認識起 那麼我在做的過程當中之後 我就看到很多感動的力量 有人用我的字 有人用我的影像 然後慢慢把周遭所看到的一些事情 做記錄下來 希望它變得越來越好 那過去我總覺得我自己力量很小 因為力量不足以彈動整個世界 可是我再說各位朋友的報告 現在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 媒體它已經變成越來越多元化 不再有像過去三台 壟斷所有的資訊 大家可以透過網路 可以獲得各種的資訊 我們可以透過手機 電腦 平板 各種都可以讓人與人之間更加的往來 科技已經不會再成為我們溝通的障礙 我一定會形成溝通的障礙 是我們那顆心有沒有真正到位 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舉了兩個案例多多參考 在我們桃園 觀音新屋嚴漢 有所謂的觀音藻礁 那麼這個觀音藻礁 它有非常多萬年的歷史 那麼在全世界 這個藻礁 運常量最高的 就是我們桃園 觀音新屋 但是過去我們在發展工業的年代 這個藻礁是不被大家所認同的 因為大家總覺得 它就只不過是一些延時的變化 它沒有的價值 所以當中友要做一個書氣管的時候 它就從我們的藻礁中間 就一刀開過去 然後就把藻礁清掉 然後就買一個中文的書氣管就上來了 但是 在我做文化學團開始 我就遇到了一位 國小退之後的老師 叫潘正宗老師 他就開始用影像去做紀錄 紀錄我們造交的變化 然後從造交裡面 開始去發掘一些造交 跟我們台灣人之間的關係 在座也有一些人是客家人 我自己是客家人去 大家都說客家人只有三個文化 所以都是客家人唱三個 只讓客家人有海的文化 當我們到觀音新屋去看的時候 就發現客家人海的文化裡面 它就會利用那個藻礁的例行 讓那個海水漲潮的時候 然後讓魚過來 然後讓藻礁 要形成一個天然天然的一個木 然後變成一個骨 然後當海水退潮以後 它就變成客家人在那邊捕捉海洋生物的 一個重要的經濟行動 這是一個客家人海的文化 可是過去 從來沒有把它做連結 那千百年來 客家人在這邊都這樣活下來 可是沒有人去注意到 它這些藻礁 跟我們客家人生活之間是有連結的 所以後來 我們就去推動 所謂客家海文化的研究 然後開始去做藻礁的網路 我們就從客家的角度出發之後 開始幫藻礁做記錄 然後一年去做一次藻礁的進行尋找 然後慢慢帶動的人來看 你知道 當你開始有關注以後 透過網路有越來越多人的關心 而且關心的不是只有桃園 之後 為什麼 因為我們開始關心自己的土地 可是藻礁存在這邊已經多少萬年 經歷過多少的朝代 都沒有人關心過它 大家就覺得 它就只是一個疫情風暴而已 可是當有人關心它以後 想到我後代子孫也需要它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藻礁開始被關注 而且透過藻礁的關注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開始變得到 這是我的家喻 所以 就看你如何跨出你自己的第一步 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是我在我們藻礁的這個活動當中 我自己深刻的感受 透過這樣一個藻礁的大喊 透過藻礁的一個認識活動 讓更多的人來關心藻礁 現在藻礁保留下來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這樣一個社區意識 我們就不會去連結這藻礁跟我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如果有其他工廠 就可以大大大的把藻礁破壞 然後透過廢水的排放 然後把藻礁污染 可是今天我們的藻礁 經過這幾年的努力 要保存下來 這不是明空 就有人保存下來 是因為有人有願力 真正是用台灣心的熱情來保護它 這是一個我看到的案例 第二個是我在高雄 高雄柴山 柴山非常有名 幾乎是高雄人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山 雖然這山不是很高 可是高雄人 長大會不會財山 財山 除了這個野生蟻紅很多 也是為了保護洞 結果變成蟻紅 百山都是 但是我在那個地方 我看到了兩個 讓我最開心的事情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高雄 去爬財山 高雄的財山 從山底下到山上 沒有一點垃圾 沒有看到隔夜地 如果有扔垃圾 有扔垃圾 一定是懷蘭的人 但是後面一定有人浮上去 把它撿起來 為什麼 它透過大家的力量 維護了財山的 整個自然生態的維護 而且維護它的乾淨跟清淨 然後每天那些人做什麼事情 有人會背那個水 到山裡給人家喝 你可以說 它為了鍛鍊身體 就背水上財山 那為什麼 那你就春季十五 背一背就好 一年背水也好 做個秀就可以 不是 它就幾年來 背山 背這個水上山 那個水也很重 但它覺得就是 因為山上有人需要喝水 所以就有人要平衡水 我年輕力上 我可以 我就與你來做這個事情 所以常常是 就是有人等著背水 但沒有水可以背 為什麼 因為背水的人太多了 所以高雄的驕傲 當然從一個財山 你就看得出來 它為什麼能夠愛護這個財山 因為財山代表它 你這種精神 價值的一種保護 所以像這個 不管是桃園 不管是高雄 在很多地方 點點滴滴 大家都 都可以看到 這種能量 這種能量就是要 然後在座我們每一個人 持續的去愛護它 去保護它 所以我覺得 這種社區中的移動 把自己的家 認真的去維護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政府好輕鬆做事情 如果今天 我們沒有用 那麽特貨的社區中的移動 從自己家裡的關係 你會發現 每一個人 就會 把垃圾往外面 然後會亂捧面 然後小時候進來的時候 會有陌生的進來的時候 你都不會去關心 因為都覺得 那是把人家的事情 都覺得說 反正我只要布好自己家就好 那台灣跟日本 我常常以前 做個比較的事 就說 日本每一個家庭都很小 但是 日本家在小 日本沒有違建 可是你看它的公共設施 工年都很大 那日本人就很收放 不是我的我就不會去佔領 然後用空間 我就會租回牧湯 因為那是大家都有的 如果你破壞我破壞 這工年就沒辦法活動下來 所以你看到日本人 對於自己的家 即使家 住家還是狹小 他不會該一平為戒 工作空間 是大家的 那我也不會去污染他 也不會是 政府的 是別人的 我就隨便來踐踏他 但是一般謝謝台灣 自己家 雖然不是很大 但總是比日本大 但總覺得不夠大 可以在偷運坪兩坪 陽台 然後萬一頂的 家蓋 都有 那公共同學 那公園 反正 政府要我的戶房 所以你不管 丟檳榔 丟垃圾 帶狗去 你也不會說 狗黃金要把他撿起來 反正 一定要我去撿他 所以總覺得 都是別人的 所以你但是看日本 那台灣的文化 就是他很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小 沒有被教育過說 這是我們家 總覺得這是一個臨時的地方 所以總覺得 以後要離開這裡 因為我們的目標都在大陸 所以總覺得台灣 總覺得 這是一個過路 所以過路到那個 桌腳底下那個 報紙一遍就遍二十年 因為突然就想說 要在這邊好生存下來 可是現在 我剛剛為什麼提到 洪仲秋安 提到這個 太陽花球運 談到了這個 早教 談到高雄財山 因為台灣在變化當中 這個變化 讓台灣人慢慢 真正的主體性出來 因為我覺得 這是我們自己的家裡 所以如果大家 每一個人都能夠 愛這塊土地 不是九九八 真正愛的話 你會形成一種力量 這種力量讓別人 想到來破壞的時候 你那垃圾層 你會覺得 不好意思 這種不好意思 會讓整個社會 減少公務門的支出 在股票的能力浪費 今天多一個清潔隊員 去掃垃圾 永遠掃不完 你想到就這樣 再多平清潔隊員 如果是每一個人 都把垃圾分裂都做好 每一個人等垃圾上來 才倒垃圾 大家不會水利倒垃圾 大家把減少下來的清潔隊員 各位 我們可以用來做更多的支出 如果每一個人都手放相助 每一個人都手放相助 每一個人把這個社區 當成自己的家話之後 我願意出來排班 不管是做民謀做疫情 都手放相助 我一個人禮拜 我一個月來人一次 我一個晚上 各位 我們省下的景地 我們可以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樣做 我不覺得我們很有自由感 我很愛台灣 因為我覺得 我們連第一步都還沒有刮出來 我們只是嘴巴講說 我們愛台灣 因為你沒有實際行動 你什麼軍環都沒有說 實際行動都沒有 那憑什麼 我們講說我們愛這個台灣 我們憑什麼 想說我們台灣被看破 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台灣就在我們自己手中 你都不管 誰來管你呢 所以如果台灣繼續這樣走下去 能夠每一個人珍惜這塊努力 當成自己的家話 有變成看待 台灣的未來的眼力無窮 因為台灣 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我們最珍貴的價值 不在於天然之源 我們沒有那麼多天然之源 但是我們最珍貴的 就是人的那種 可以去改變的那種習性 那種力量 如果我們有於改變 勇於改變自己 而且樂於改變自己 就像台灣不斷在突破我們自己 從來沒有想過台灣可以和平正面轉移 可以二次政黨人力 未來那種變化 沒有人知道 但是台灣是在變化當中的時候 都會給很多人帶來很多驚奇 為什麼很多的驚奇 因為這是台灣人所形成的 所以在台灣整體社會上面 如果要變得更好 我們自己台灣人自己本身 從自己的家裡 怎麼著手做第一步 我覺得是滿值得我們自己 還思索 所以我在我的國會議員角色上面 我認真扮演自己的角色 我堅持理性 堅持對的事情 堅持著我們去 不會去眷戀那個政治指揮的長短 而去堅持我做的事情是對與錯的 各位 從自己家周圍開始 從你能夠立即去跟大家分享 把你所有想做的事情 活在當下 立刻去做它 我覺得台灣 不需要講很多口號 每一個人都這樣做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可以變得 讓我們更加的喜愛 但我很高興說 台灣經過這麼多東西 大家能力 我們開始都在破壞台灣 開始超有虛發展 超有虛發展 超有虛發展 呈現在環境的方面 程序在擁有的表現上面 在在的大家都在真心 正在鼓地 包括成果畫面上面 我們開始去尋根 開始去追蹤主線的小步 這些點點滴滴 都是讓我覺得 台灣是一個很值得期待的未來 那我想今天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這麼長的時間 那雖然也講到了1點半 但是我想保留20分鐘 再做出的好朋友 如果有什麼樣可以分享的 也希望大家給我一些執政 但是再怎麼說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相同 那這樣的認識 大家一起共同愛台灣 而且不是用嘴巴 而且用行動 我還是要坦白講 有這麼多人 大陸台灣民政府 真的會怕的 因為台灣人 可以有那麼的 透過這種無形的力量 然後呈現出 一種我們的作為 如果在座是在大陸的話 哇 慘了 這個中南海一定睡不著覺 天安門前面 一定天安門都是武警在戒備 可是我們在這邊 為什麼能夠安居樂業 能夠表達我們自己說的想法 真的是台灣 說戰就是戰 這就是我們最珍貴的價值 所以謝謝大家 今天聽我講的 那麼長的時間的話 但也容我再次擁許 感謝大家 為台灣的努力 參加做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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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我们的另一位 我们再次的掌声谢谢 我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建议的在华州长过温赛 我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几手发言一下好不好 来 那就可以了 来 几楼发表 有没有特别需要文言给我回答 所以说这个文言说 什么好为什么我猜 这个讲那么多 然后都不简短 都问我好口才怎么去 那口才啊 没有 口才说不是真的 我觉得我人生一直在学习 我觉得在各位每一个人都在各行科研 但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提醒自己 就是不要职业倦怠 这种职业倦怠很严重 比如说医生看病人 病人来看病的时候 病人对他来讲 搞不好第一次生病 然后想歪一种坏心坏的体验 烙散 就觉得这一种坏心坏 医生说 犹如情形肠胃炎 开个单就好 三次单就开出来了 为什么 对医生来讲 他就看过太多这种案例了 可是今天对这一种患者来讲 或他的小孩子来讲 这是他的第一次 如果你没有这种 出发心的话 你总觉得 我很熟了 哎 别给你 放心放心 开个掉就给你 你如果又不能设置主题去替对方想的时候 你的人生成长是有限的 因为你就会觉得都一样 可是如果你每一个人都把它当成 将其理性 从他的角度去想的时候 你会从他身上 学到很多很多的人生的做人处事 而且了解世界上很多事情 所以我做选拂案件的时候 我每一个案件 我不会把它当成个别案件 这样子都是相当来处理 比如说很多人 那个外籍配偶要嫁来台湾 不管是来自于大陆 来自于东南辣 常常在面试的时候会碰到问题 那很多人就说 然后我就会去跟那个 我们做的两个假事 还到杀人街 尽量给他过 但有时候我会去了解 为什么会不过无疑 我会比较花心 你去了解 而在每个过程当中 我就会发现很多的案例 这种案例 每一次都给我的人生 丰富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去给大家做参访 就知道 周中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有一个爸爸 有两个儿子 他们在我们重力 开给你们的面殿 他想我年岁大了 所以就叫两个儿子说 你们都给我去娶那个 越南的女孩子 然后都帮他们去做面试 都讲得很好 最后 一个过关一个没有过关 街道好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爸爸看到儿子结婚 有哄孙很高兴 弟弟结婚也很开心 因为他本来叫徐太太 但是哥哥也很开心 因为哥哥本来也不想结婚 可是如果有当时 我就莫名其妄 一直啥啥啥啥 也不分其妄照来 就是两个兄弟 都没有结婚感压过 那可能我就造成很大的后遗症 因为我就是不想结婚 可是最后就是有一天结婚成功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你就包那个爸爸 因为每人都很开心 这是案例 案例 我曾经碰到一个 我们重力的 一个何永宜的人士 开餐厅的 他女儿 就要嫁给大国人 然后婚期都想跑 然后大陆的亲友 包括新郎本身 要来台湾 然后要参与婚礼 结果他们想说 那要来台湾 又不能自由行 所以就拜一个那个 商务考察团来 用专门想进来 结果去申请的时候 人家说因为这个公司 刚成立 一定是假的 就给他回票 惨了 在我们重力已经 七点都发出去 总共三百桌 三百桌 结果新郎进不来 七家路 又七家路进不来 要怎么办呢 结果我这个朋友 跟我讲说 委员如果他不能进来 当天新郎就有名做了 我说 那干嘛 一般人就顶多服务到现在 我离了 进不来就进不来嘛 但是我就很用心去想说 你想想看 一生大师要嫁给了 都安排好 而且地方还有一次三百桌 要把它保住 所以我讲说 那个新郎 没有到场 你说当天那个很尴尬 我就想起一把 然后我就想到说 他要来结婚的时间 正好是我立法委员 要就职的时候 那我就想个办法 我就把移民处 跟陆会官员找来 我说 有没有办法 我们来找个突破的 后来想想说 这个案例 可以抠钱 但也要绝后 就是不要在我们 可以援引来办 我就说 邀请他来做立法院 立法委员 就职给你的官员贵病 我说这个四年才一次嘛 他不会四年后再结结婚 不会吧 所以 就用我贵宁的身份 用特来让他进来 这就是你如果 站在对方立场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想办法 去帮他解决问题 像最近我碰到有一个 回去我们三中国小 参加家庭认识 校园跟我讲说 有一个妈妈 是一个越南籍的配偶 跟前夫离婚了 然后生了两个小孩 然后这个妈妈去上大夜班 然后大的女儿 念国小三年级 最后晚上有人自己在家离过 然后我们刚生出来 九个月的婴儿 就脱离别人带 然后他努力赚钱 然后照顾这两个小朋友 那这里就涉及到 那个俄伏马问题 就变成 晚上不能让未成年的小朋友 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所以校园必须要通报 但是妈妈又舍不得 这孩子离开他 可是妈妈又不需要做大夜班 那为什么要做大夜班 她说因为 必须要赚一点钱 来照顾这两个孩子 后来我就想办法 去帮他解决 那我要讲的用途是在哪里 是如果我只处理到这 那我只是赛心做到一半 因为就表示我只是帮忙 这个越南的这个文明 让他自己本身 经济状况改善而已 但是如果我在进入了解 他就会在后面 还有一问题是 大女儿是这个越南配偶 跟台湾的先生 就是她的前夫生人 但是后面这个小女孩 就不越大 是后来她跟这个 台湾先生迎婚之后 认识了一个 逃跑的越南外僚 他们的爱情的结晶 然后这个逃跑的越南外僚 后来被抓走 遣送回越南 所以这个越南妈妈 生了一个九个月的女儿 但是没有报告不可 那这个妈妈 每天都忙着 赶快大一班赚钱 根本不知道怎么照顾这孩子 可是我把她请过来后 就告诉她说 因为你在台湾 已经有拿到重码 你的身份证 你这个女儿 虽然是跟越南的男朋友 生了 可是她可以依母亲 然后也申请到台湾的健保 因为她可以用依性的方式 可是你对于一个人生地步熟 在台湾的一个越南妈妈 她根本赚钱都来不及养家庭 哪有时间去小心她的 所以九个月 她的孩子帮过户口 没有人照顾过她 可是我们就想到她 去帮忙她 这种案例还很多 最近还处理抱一个 菲律宾的一个外僚 来到台湾跟她雇主恋爱 然后怀孕 生了一个小朋友 可是外僚来台湾之前的时候 在菲律宾已经有婚姻了 可是婚姻刚结婚 然后就来台湾工作 所以她跟前夫也没有关系 可是已经在台湾生了一个小朋友 这小朋友是不是跟台湾 他的老板生了 但是就变成在婚姻关系上面 这个菲律宾的孩子 是跟她菲律宾的前夫生了 因为她跟台湾雇主之间 是没有任何婚姻关系 后来他们结婚了 台湾雇主跟这个菲律宾外僚结婚了 可是之前那个生的小孩子 百分之百看起来都是菲律宾人 因为爸爸是菲律宾人 妈妈是菲律宾人 因为他们有婚姻关系 后来我就想让她把她找来 然后想让她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讲这个用意是说 他们都没有选到可以投我 可是你如果站在她的立场 想到碰到困难的时候 你该怎么帮忙她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有很多事情 可以多做一点 多做一点 也许这个社会 就让她感到高温暖一点 所以你如果看到 明天有困难的时候 有机会多帮好明天 虽然不见得效果有浮外界的机会 可是如果你在你的领域上面 你永远不会直接就在这 你即使你是做一个大卖场的收银员 你每天保持最好的效果 让每一个客户在买卖过程当中的时候 享受到你那种甜美的效果 我觉得我每个人都可以做好很多的事情 所以再度各位 如果有时间的时候 我倒是鼓励大家去做赤工 那这个赤工 是因为它可以让你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完成一些事情 而且会不会有成就感 那我比较鼓励大家去做文化赤工 我以前做文化局局长的时候 我常常做文化赤工鼓励 他们也拿到我们全套 也拿到全国秘密的赤工 我说很多的赤工或很多的事业 随着你的年龄渐长 你的体力渐消 你可能重要性会越来越运人化 但是或者是做文化赤工 你会发现在国外最好的导览 都是那种越资深的导览 因为它懂得最多 然后它了解得最多 因为它随着他年龄的成长 他的知识越丰富 他的越力越丰富 他讲的话 大家越喜欢听 就像我讲什么叫祈祷 就是因为他的越力延伸重复 比我还要多 所以文化赤工 绝对是一辈子不会后果的事情 他就像爬街街一样 是慢慢爬上去 不跟坐电梯 坐电梯上下行看 可是留不下行机 可是文化赤工一步一步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回头看的时候 每一步都是往更高层去找 所以在各位 除了我提到的 老的中医师 老的法师 会被随听之外 好好的老的文化赤工 资深的文化赤工 也是为大家你喜欢的 因为他可以讲很多的故事 只要不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在各位 如果你的人生事业上面 还愈好 还有一个很实践的发展 但不仿除了我们自己的组织之外 有机会在文化赤工上面 多去发挥 也许透过文化赤工 你也可以多了解 自己这一块厨道的土地 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我以前做文化局长的时候 我很鼓励全民写断记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政治 写的都是战胜者的历史 然後失敗的人 他的歷史是被淹沒的 或是被擰屈的 但再怎麼寫他都是官方的歷史 他沒有民間的歷史 所有大時代裡面 都會有偉大的故事 但都不是發生在 大的人物上面 再小的人物都有偉大的 可寫的故事 那我很鼓勵在座很多人 如果你有這個能力 請你去幫大家來做一個 全民寫票劑的工作 這個工作的用意 我就用最後的時間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會鼓勵大家寫全民寫票劑 包括現在五號會在推 國民紀錄圖 因為我常常去參加 很多告別式的時候 我很認真去讀那個副文 每一次看到這個往生者的生平事蹟的時候 我都很感慨 也很感動 感動的原因是覺得每一個人的一生 都不是那麼平凡的 都有他的顛沛流泥 都有他的奮鬥 也有跟他再次成功的這種 可以寫下來 讓大家去了解 越來越的故事 這是讓我感動的地方 讓我感慨的地方就是 這些等到人走了以後才開始起 為什麼不能都在一個人有生的年代裡面 你就開始幫他做記錄 後來我在文化局做這樣的一個 全民寫票劑工作的時候 我就發現很多人因為這樣子 媳婦跟童婆感情變好 孫子更了解阿公在想什麼 你看我以前有一次網絡 阿公這個 才講說阿公先生他怎麼樣 沒有人聽他 後來阿公講一句話說你爸爸不是我生的 全場才醒過來說 為什麼不是你生的 因為只有講這個大家才會注意 阿公在講什麼 因為他總覺得他講的事情是好遙遠 遙遠以前的事情 可是如果每一個人能夠靜靜下來 不要太多時間 我覺得透過現在 那麼多的高科技 不管你用手機用電腦 你都可以做影像的錄製 然後你自己如果能夠寫 你就可以用你最真實的你 寫出你周遭最親切人的故事 不要所有的關心 都關心在後生管輩身上 你會關心你周遭你最親近的人 我就看到習部面這樣跟婆婆關係變好 才知道原來婆婆過去 從童養習又過來人生的過程 有多少的點點第一 所以也因為這樣知道阿公當年 是怎麼樣度過那個最艱困的 台灣的年代 這個點點第一之數不要多 然後因為現在的發展 他以前出版印一本書 最少要一刷要一千本到兩千本 現在不用再透過數位印刷 你要五本一五本 要十本一十本 而且你可以透過影音 數位把它點拿下來 然後我希望我們 這個台灣民政府組織 不需要假音樂 就從周遭開始 我們會有兩個多人 就是兩個多個家庭的故事 你把這些故事點點第一 把它記錄下來 一本書也許五千次加圖業 然後再加上影音檔 這一些記錄下來 就是台灣人的影響 這是最真實的台灣 國號 朝代都趕來趕去 最真實的是我們 在座每一個人 所呈現出來的影響 所以從我做文化的反映末來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真的周遭有欺騙的人 請記得趕快及時 因為時間不是在等待你的 不要講說 數欲近 而復步子只欲而欺負在 這個事情 什麼時間都可能會發生 但是如果你現在 不想說說 我在忙一下 好 後來讓我去看看一下 可能時間不會等我 你只要把你的攝影機架上去 你就開始做記錄 或者阿公 他沒辦法 他就組織講什麼 你就把手機打開 開始錄 錄他兩個小時 讓他自己問 自己講 或者幫忙問 幫忙提示 然後就可以整理 審議本書出來 然後我們自己台灣 我們自己的這個民政府 就把它做成一個 台灣的記憶庫 然後做成書 把它點檔起來 以後 曾經在這塊台灣土地 活過的人 在我們的這個檔案裡面 就會真實能力出來 這兩萬多個家庭 點點滴滴喜怒哀樂 見證了一個大時代的歷史 這個 你說世界善事 就是 他就是我講的 你就是要活在當下 然後你要記得要平默自己 所以你就開始打筆 你不要覺得只有記者 我學家才可以寫 你自己就可以寫 然後你要去做一個立答的分享 我是建議在做的所有的訪問 就從我們自己的影響紀錄開始 從自己中招最親愛的紀錄下來 這個點點滴滴 不要等到告別師的時候再來做 在生前你把它完成的時候 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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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作品完成的時候 交給你所心愛的人 他會 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你覺得我這一生沒有排行過 不要只有在戀愛的人的時候 才為你戀愛的對象 去做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天老地荒的事情 你現在還可以為你總共的人 做一些最簡單 但是最唯一的事情 拜託各位 希望下一次如果有機會見面的時候 我可以在我們台灣的政府 看到很多台灣最真實的聯補 因為這是真實的台灣 對不對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在台灣的政府 要立他分享 還原我們台灣民政 我們為一百姓怎麼樣 對 所以我們要立他分享 對不對 對 再次一陣子的掌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謝謝